你真的了解年金吗? 本期最全年金分享来了 不容错过哟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 我是华欣保险的Rainbow 那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华欣的理财师 Chico黄先生 那他本人呢 也是非常的资深 他自己呢 也有在任职中信集团的海外副总 以及他也是保德性投资顾问 那欢迎黄先生 好的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Chico黄 我们想买年金的话呢 应该怎么样的选择 那我想先问问 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年金呢? 好的 年金的产品呢 他有年税的好处 而且呢 他虽然也是保险公司的产品 可是他不需要提钱 再者呢 他可以用你已经完税后的金钱 就是说你已经报过税的金钱 或者是还没有报税的金钱 就是这两种钱都可以放在我们年金里面 所以年金这个产品呢 年纪中年就是借零要退休的 或者是已经退休的人呢 最适合这种年金产品 所以根据您刚刚介绍的就是 第一是我们准备退休 或者是对退休有一定规划 可能未来在十年内想要退休的人呢 他们就是最适合来购买这个年金了 那您刚刚还提到说因为他也有延税的好处嘛 比如说高净值资产的群体 那他们可能有很多的投资 那大部分呢是放在股市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风险的投资上 那他们这个时候是想要就是去balance他们的投资 做一些比较保守稳健的投资 是不是也是可以选择年金 是的 如果您是这个净值比较高的人群的话 年轻的时候你可能这个在股市放的比较多 可是随着您快要到退休的年纪 或者是你已经退休的年纪呢 这个时候呢 你的风险资产呢就不应该放太多 那最好的调整呢 就是把股票的这个部分呢 做重新做这个资产的配置 股票呢放少一点 放到大概20到30 那其他的要做一些 把你以前累积的那个财富呢 你要把它守住 其中之一呢 就是利用我们的这种年金的这个产品 因为年金的产品呢 你可以把这个税呢 就是地延到十年十几年之后呢 你那时候所得少的时候呢 你可以交的税也少 所以呢 你地延的这个税呢 你以后年金往往里面取钱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付少一点 你不用以笔的付很多 好比那个股票啊什么的 如果你是用这个公司的退休金账户 你到时候领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能你的资本利得很大 你可能要付一笔很大一笔的资本利得和税 所以呢 你在这个快要退休之前呢 你先做一些调整 调到像年金这种产品里面 一来保本 二来呢 可以创造收益 那第三呢 可以达到盐税 第四呢 甚至你可以选取这个终身的收入 这是你活多久 领多久 那我想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啊 那年金是不是所有的年金产品都可以保本呢 那倒不是 年金呢 大部分分成三块 第一个就是固定型的年金 第二个是变动型的年金 然后在90年代呢 政府刚核准的一个叫做指数型的年金 这三块呢 我大致上这个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指数型年金呢 是保底 没有错 指数型的年金呢 它有两个率 利率的率 然后还有两个账户 我们要注意了 指数型 顾名思义呢 就是用指数来当一个指标 当指数涨的时候呢 其中的一个率 封点率 封点率如果是10%的话 那指数呢 如果是高过10%的话 它只会给你封点10% 那另外一个率呢 就是参与率 有一些指数型的基居呢 它可能你参与的这个指数呢 只有80% 或者是60% 当然也有100% 甚至超过100%的 它的这个本钱不会低过 就是说指数上在下跌的时候呢 它不会低过0 那它上涨的时候呢 它会跟着跟着你的 刚刚我讲的两个率 来来这个做调整 那另外呢 指数型基金呢 它通常是带着红利 那这种呢 它就会摆在一个叫做年金账户 另外一个账户叫做现金账户 现金账户呢 就是当你这个中间要取消了 只能拿回你的现金账户的钱 那相对呢 你的那些红利呢 也好了 你创造的收益也好了 那是摆在你的年金 当你到期的时候 你要往外取的时候呢 是从你的年金上 另外一种叫做固定型的年金 固定型的年金呢 它就是保底 也保利 那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固定型的年金呢 当您在购买的时候呢 您的收益已经确定了 你不用对着什么指数 你知道吧 它就是给你好像现在5% 3% 2% 它就是盯在那边的 然后期限呢 有3年5年7年甚至10年 你如果是5年的 你这5年都是拿5% 那当然了 那利率下跌的时候 就是会跟着下降 可是当你买的时候是固定的 好比现在是5%的话 你买5年的固定型年金 那么它就是盯在这5年 你都拿5% 那另外一种就是变动型的年金 变动型的年金呢 它也是挂钩一个指数 那只是它不保本 那你说不保本 我买它干什么呢 可是它不封顶 所以呢 好比去年指数涨了 20% 30% 那那230%都是你的 当然它有扣除 它一些必要的 一些这个年金公司的一些费用 所以简单讲呢 这三种年金呢 各有优劣 各有好处 关键呢 在于您的风险承受的程度 还有呢 你希望的一个收益率来决定 那我想问问 为什么最近指数红利年金这么的火呀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广告 说哎呀 开户35% 40% 各种的这个红利 是的 广告词是打得很想念 我打个比方啊 这种红利型的呢 确实有好处 可是呢 它的红利呢 是建立在两点 第一点呢 就是在你年金的存续期间呢 你不可以解约 这是一个一个非常关键的 你如果比如说是高红利的 一般它都是锁定十年 你如果十年中间 你如果有急用 你如果把它解约了 那这个红利 你就拿不到了 所以呢 当年在购买这种 有红利的年金产品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详细阅读 它的公开说明书 然后跟您的理财顾问 详细讨论 怎么样对您呢 最有好处 最后一个问题 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两种 您还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投资方面的建议 或者是 有什么其他的投资工具 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吗 每一个人呢 一定要 做一个我们的 我们说的财务方面的见证 我们都知道 我们身体 每年 这个家庭医生都叫你去做健康检查 其实您的财务呢 也是需要每年做检查 我们称作为财务见证 财务见证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每一个人 他的这个财务目标 你比如说我几年后 要买车买房 这种的每一个人 财务目标不一样 第二个呢 每一个人的年龄阶段不一样 跟您的年纪 跟您的需要 来讲的 来定这个您的这个财务规划 财务目标呢 是非常重要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 您的风险承受的阶段 就是说您是 可以承受高风险的 还是中度风险的 还是您想要完全没有风险的 年金呢 是全年都可以购买的 并不是只有在报税季才可以买哦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的话 欢迎联络华星保险 626-333-1111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